你留了言?我還打給你 現在怎樣? 不要緊 沒有問題 我們還未開始 還有十分鐘 早這麼多 我今天想和你說一下關於 之前不是說過黃豆那些其他問題 但是你知不知道最大問題是 通常一個人如果怕起來 已經有些擔心再吃這些東西 譬如喝咖啡會緊張會擔心會怕 但是你本身怕些什麼呢? 譬如小朋友吃了這些東西 有些小朋友會怕蜘蛛 怕蜘蛛 我會怕啊 我好怕啊 如果你吃開這些添加劑、咖啡 我會說十多 就是最大的問題 吃了下去之後 本來小害怕就變成大害怕 怕多於控制不了自己的害怕 可能做錯一些事情 吃黃豆嗎? 是的大人 上個年紀的人 成年人怕什麼? 怕死 怕死是牌子很高的 為什麼吃黃豆會這樣? 不是只吃黃豆會這樣 很多東西都會這樣 黃豆是其中之一 吃下去之後 農藥也會這樣 黃豆也會這樣 我在Facebook放好些東西 讓大家看 不如這樣 我們今天也是三節 不如這樣 我先這樣問你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說吃黃豆 吃黃豆對身體很有益 但現在又說不是 又說吃了之後 對身體又未必會這樣好 那就說一下黃豆 但是黃豆 你為什麼害怕呢? 譬如你知不知道有100個人 有20個人害怕什麼? 怕在外面演講 是不是? 蛤? 你沒聽過嗎? 因為你沒有這個問題 我還沒有 但你怕蜘蛛蜘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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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他一會就轉頭叫我 我不知道會說什麼 但是呢 起碼打了個底 我就想跟大家說什麼 就是 100人裏面有20個美國人 這些報告就放在Facebook 那就是在說 100人裏面有20個美國人 是怕在外面演講的 剛才Cindy沒有這個問題 100人裏面有11個半 是怕被人謀殺 但是呢 什麼人謀殺呢? 是被有人認識去謀殺 英文就說 Being murdered by someone you know 即是認識的 謀殺你 原來100個人有 11個半是這樣的 然後呢 100個人有18個 是擔心什麼呢 擔心是被人殺 但是是不懂的 不懂人殺了他 然後呢 多過100個人 20個人呢 多過100個人 是擔心死 要不就怕 要不就很怕 那很怕什麼呢 死了不知道會怎樣的 死了不知道家人會怎樣的 很多原因的 很多因素 很多人就不知道 會死成怎樣的 怎樣死 有些人擔心 死了之後 會去哪裏 那就擔心 那有個病 是跟擔心死有關的 但是 就多過 100個人裏面 多過20 是怕死 或者很怕死 那好了 食物了 食物很重要 因為呢 食物呢 是很影響我們 我們怎樣看法一些東西 那還有呢 就是 不是所有呢 我們在想 如果是 如果是 那些年輕人呢 他怕什麼呢 年輕人怕蜘蛛 100人裏面有7個人 怕被蜘蛛咬 然後100個人有7個人 如果年輕人 即是18歲以下 他都怕死 但是100個有7個怕死 100個有7個怕被蜘蛛咬 然後呢 100個裏面有5個呢 是擔心人生裏面會不成功 或者是大失敗 但是亦都是100個裏面有5個 擔心打仗 可能現在的數據會不同了 100個裏面有5個擔心畏高的 而呢 有100個 有3個裏面會擔心 被一些crime 即是外面不好的東西影響了 而有8個是擔心 3個是擔心1個因 有100個裏面 3個是擔心 將來是怎樣 還有呢 有100個裏面有2個 是擔心什麼呢 就是擔心 即是 打仗用那些輻射 原子彈那類的東西 那大家知道了 這些數據就是 說成年人 上年紀 以及比年輕的那些teenager 那你會看到 就是說 某些食物 原來是會make it worse 有些食物會make it better 所以就好說 就是我們吃些什麼東西 反正Sandy都會打來 我就當現在說給大家 在後面也聽了 那就是說 那些post 就說了一些post 是很擔心很多東西 就是你吃些什麼呢 會原來影響的 但是也有些人說 其實不怕就很難去成功 就是如果你可以能夠 克服你那些擔憂 那你克服了之後 就會成功 成功是要靠陳幾何時害怕 那怕是否完全不好呢 那有一句 就說fear有兩種的 就是什麼都丟下了 然後走人走老 就是結婚之後 什麼都不走 嚇壞了走老 另外就是面對 面對面對自己 然後就不要害怕了 但是如果食物是會影響 我們每個人的決定 還有我們的益生菌 又會影響怎樣接收這些東西呢 那是不是說完這些東西 其實最後 都可以說 因為其實開頭就懷疑 然後越來越嚴重 就怕緊張 然後之後呢 就為自己 為自己保護自己 那這些是stage of distrust 我也有說出來的 就是怕可以越來越害怕的 然後呢 怕完有時候做了些事情 就會有後悔 有些人就怕到 不懂得後悔 那這個就是power of regret 那甚至有些人就怕 如果萬一我將來跟媽媽一樣 那怎麼辦呢 所以有個金句就說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I am my mother after all 其實跟媽媽一樣 兒子跟爸爸一樣 有些人怕這些東西 那有些呢 就是運動員 Wayne Gretzky 怕什麼呢 就是他還說出來 I skate to where the puck is going to be Not where it has been 就是 就是怕到自己呢 是每一樣東西都想定的 那然後呢 就是 Larry Ellison 很出名 他就說 成功的人呢 是不是為了成功去追成功的 是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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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他們說有句 失敗乃成功之母 什麼叫失敗 是怕失敗 所以Larry Ellison 就說這句了 那好啦 如果你吃很多 就是那些 製成品 processed meat 炸了的東西 那些不好的油 refine cereal 糖 那些太甜的東西 pastry gluten 高脂肪的奶類的東西 有很多根據就說 本身你本身的基因怕什麼 或者你本身長大的過程 怕什麼呢 在那一刻裡面怕 會更加怕 怕比更加怕 那每個人怕不同的東西 剛才說的那些數據 就說不怕不同的東西 但是從來都不要說 就是拿怕的數據 然後食物那樣東西 去放在一起 拿那兩個dataset 然後看到 哇 當然你不怕蜘蛛的 你不會說 喝了杯咖啡 吃了一些製成物 吃一顆 吃條臘腸這樣 不會忽然之間 嚇壞了 那所以變成就是 就是這樣 啊 打來了 打來了 那我現在接她的電話 看看會怎樣 hello hello 喂 差不多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是啊是啊 那些人一問回來了 問回來了 你可不可以說 紅菜頭膠的做法 一會兒又問回 你可不可以說 什麼檸檬水 對營燒法不良來講 有沒有害 這個可以問 一會兒可以問 好啊 你問吧 那個什麼膠啊 那個紅菜頭膠 不說 讓人聽回舊 是啊 是啊 聽回舊 你根本是回答不完 不過你 你都很厲害的了 你盡回答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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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害怕蜘蛛的 哇 真的要跟你說 好害怕啊 好害怕啊 多少歲開始害怕啊 你怕不怕黑啊 怕黑啊 怕黑啊 我也怕黑啊 那你怕不怕鬼啊 你有沒有怕鬼啊 怕鬼啊 怕鬼啊 怕啊 哇 原來你這麼多害怕 怕鬼的嗎 那遲早也是做鬼啦 那變了 遲早也怕自己 那就可以這樣 怕啊 所以不同人怕不同的事 不同人怕不同的事 然後 當然你不會說我不怕蜘蛛 然後喝了一杯咖啡 或者吃了臘腸之後 就會害怕 但是 但是如果你本身怕開的 吃了一條臘腸 即是那晚臘腸飯 那樣 那變了 為什麼啊 就是裡面的製成品 那當然不是臘腸 你喜歡嗎 我想問你這件事 我想問你這件事 臘腸我不喜歡吃臘腸 因為我原來肥 哦 那臘腸呢 我喜歡吃臘腸 不是人吃 臘腸肉就吃 啊 是啊 那這些 譬如反式脂肪 那沒有人會說 哎我給我一些反式脂肪 但是有時候有些 譬如一些蛋糕 那些什麼東西裡面有的話 那但是黃豆的製品 譬如很多人現在 豆腐很有益 那些出街人都去吃豆腐的 那現在說不好 那所以他就一直在吃豆腐的 然後他就要定住自己 要念著經 要不然他就看到會開始有影響了 那他有東西頂住嘛 那出街人 如果他想出街 出的好一點的 或者更加入一點的 黃豆是證實了這個問題的 那我就放了在US News report裡面 黃豆很多製品都是用黃豆製的 是啊 所以血糖高 又會令你害怕又更加害怕 害怕再害怕 就是害怕上再害怕 然後如果你吃了一些黃豆 就是一種stressful food 那這些就是 是的 那如果出街人不吃黃豆製的 還有什麼好意吃呢 很多都是黃豆製的 但是你一問 我們都不是很多出街人 他不吃 但是總之蛋糕 cookie candy pies 這些有黃豆的東西 都是有糖的飲品 他可以吃什麼 當然他可以吃新鮮的菜 他可以吃那些東西 別人有說 我看過吃冬菇不好 我非常喜歡吃冬菇 冬菇 冬菇不是這東西不好 冬菇是因為它是一種真菌 那你吃了下去 很多時候會影響了身體 就有這些東西 影響了身體的那個 那個平衡點 或者好那邊 你本來正在走右的 你現在放一些東西 走過去阻礙你的 那變成冬菇 冬菇 菇類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是真菌來的 它是屬於一些 你不會拿一堆毛來吃的 所以發了毛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不好吃了 但是菇類 大家可以看到 對呀 芝士也是毛來的 它是有份量的 當然有些人吃不死的 又會好吃 這樣就慘了 譬如你吃了一些即食麵 發覺 嘩 開始了 好 30秒 好好好 好 今天特別 今天我可以和你們這樣說 下個星期不行 下個星期我在賓州做這個訪問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放上網 你們自己也要下載來聽 再下一個星期去錄 是的 還有 有些東西是有糖分 你看不到的 即是它說明 即是它說明沒有加糖 但裏面有些叫做hidden sugar 所以這些又要小心 油 油是很差的東西 會影響那個anxiety 那這些US News的資料 我放在Facebook上 好事做快開始 開始了 開始了 多多給臉 多給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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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多給臉 多給臉 首先請了趙國士出來 因為今天這個題目 我講你都沒有聽過 這麼緊 趙國士早安 早安 早安 我都習慣了跟你說早安 雖然我們這裡是下午 又不記得 趙國士的心愛已經五安 今天這個題目 我想很多人都沒有聽過 吃黃豆 大家都知道 一般的想法是很健康的 很多 譬如豆腐 很多製品 豉油 都是黃豆 量製作出來 趙國士說 原來最新的研究 吃黃豆 不是身體那麼好 而且會很害怕蜘蛛 不是不是不是 你混合了是你害怕蜘蛛 所以如果你吃黃豆 你會更加害怕蜘蛛 每個人 阿龍仔我和你這樣說 就是每個人都會害怕不同的東西 譬如我剛才跟Sinnie說 她告訴我她 她是怕蜘蛛的 我問她 你怕不怕黑 她又怕黑 怕不怕鬼 她又怕鬼 然後她就問我 我不怕鬼 我說自己遲早都會做鬼 變了怕那麼多 不同人怕不同的東西 那麼最多人害怕 一百人裡面最害怕什麼呢 在美國人來說 是多於二十個是怕死 或者很怕死 一旦是怕死 一旦是很怕死 另外一百人裡面有十八人 是怕被人謀殺 一百人裡面有十八人 擔心被人謀殺 但是一百人裡面有十一人 是擔心被一個認識的人去謀殺 然後還有 我們三個都可能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怕 一百人裡面有二十個 是很怕在外面 要在很多人面前說話的 20% 就是這樣 好了 當你知道這些 不同的害怕的東西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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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學那些 在中學那些 怕什麼呢 她也是怕蜘蛛 那些 Cindy有些小朋友 那樣 她又怕死 一百人裡面有七個是怕蜘蛛 有一百人裡面有七個是怕死的 但是她還有什麼呢 就是一百人裡面有五個是擔心 在人生裡面不成功 或者是做一個失敗者 然後呢 有一百人裡面有三個是擔心將來一個因 有一百人裡面有三個擔心將來是怎樣 然後呢 現在還有一百人裡面有兩三個是擔心打仗 現在大家都擔心打仗 現在這些數據 你看到 有沒有人擔心疫情 之前爆發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不多不少 那好了 當你擔心一些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去吃一些不好的東西下去 那個情形會差很多 會差很多 然後怎樣差呢 開頭就可能會有些懷疑 某樣東西 那個懷疑就越來越深了 接著就開始緊張了 神經緊張了 接著緊張到為保護自己 譬如去超市買完所有次子回去 然後買多個自己需要的 之前的油價不斷升 可能現在又再升也不頂 入定油先的 有些這些東西 那好了 我們每個人有些這樣 有些人不理的 有些人不理的 但如果你吃了某些東西 可以令到它更加嚴重 那什麼東西呢 吃蠟腸也可以令到你嚴重了 你本身怕什麼呢 那為什麼蠟腸會呢 不是蠟腸 是不同的方法製那條蠟腸 就會影響到 即是不同牌子 有機會是不同牌子 但是呢 裡面的反式脂肪 或者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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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製成品 可以影響到我們 神經裡面 那些怕的東西更加多些 炸的東西也是 吃個炸雞 炸豬扒 那樣 就會可能更害怕 那因為它是看它用什麼油來炸 那吃個早餐呢 如果吃早餐那些 那些 cereal 如果裡面有一些製成品 又是會嚴重些 吃粒花生又會令到自己多了 因為花生油和黃豆 都會令人緊張了 多了 但是不會令到你 譬如你不怕蜘蛛 不會吃了之後 現在怕蜘蛛的 是你本身有些什麼 到底呢 怕什麼呢 每個人都怕某樣東西的 那就會令你多了 那當然呢 還有就是 那些糖分也是會的 糖分也是會的 那變了就是 當你怕 怕是一種反應 但是怕到沒辦法 有時候會變成抑鬱 有時候會放棄 那樣 那原來發覺 當糖分夠高的時候 又是會這樣 製成品某些 合起來的 齊序都會有影響 那 所以 就是說 那樣 Cindy 就說 今天未聽過這些 其實 其實你想也想到的了 你想想 如果你喝杯咖啡 是不是會緊張些 緊張些 但是你知不知道奇怪 在資料裡面 就是本身 如果你馬上說 好聽完今次 我全部剪掉 那又死了 因為你這樣之後 在戒的過程 震到自己 整個人更害怕 所以要慢慢 慢慢降落 不要立刻停 不是一次過 對 不要一次過 對 不要一次過 剪 簡單來說 如果 舉個例子 你怕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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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更加害怕 就不會說 你本來不怕 吃了怕 那就不會 好才不會 因為你剛剛說 怕蜘蛛 你怕蜘蛛 我不想我都怕蜘蛛 但是 你要看著血糖 你要看著自己吃什麼 因為如果你譬如 你知道你現在 要處理成雜 蜘蛛 或者老鼠 那你就記得 你吃那些東西 你不要影響那麼多 有些人當然 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遇到自己害怕的東西 最好 最好就是 吃得清一點 怎樣為止吃得清一點呢 就是那些製成品 反式脂肪 糖分 還有黃豆油 花生油 這些 你猜不到 那些東西 都會影響到自己的 anxiety 和fear 會多了 我們以前來說 一向的印象 黃豆很有益 很多東西都是黃豆製的 豆腐 最簡單 那現在吃好 如果這樣說 那就是這樣 第一 黃豆上次說過 影響康復能力 沒有說到害怕 但有些人 在人生裏面 覺得害怕是好的 因為 失敗乃成功之無 有句這樣說話 失敗不是等於 就會成功 不是成功 但是是害怕失敗 其實是 有些人就覺得害怕失敗 現在在你們加州 那邊有個叫 Larry Ellison 他就這樣說 就是害怕失敗 那一刻才會成功 那有些人就說 唉 再害怕些更好 但是你知道 害怕會去到崩潰 那一刻 令到你停了 做不到事 害怕那個頭 過度害怕 所以害怕都有不同的程度 不是說一害怕就有問題 但是呢 如果去到anxiety 害怕影響自己做事 那他們就證實了 黃豆再加很多因素 當然你害怕的程度 要去到嚴重 再吃黃豆 那就會有這個 就有這個不好的反應 好了 有聽眾問一問 趙國鐵剛剛說到黃豆這個題目 他就說 豆漿這件事 會不會有機會導致皮膚過敏呢 有 有 還有 因為它影響了康復靈籠 剛好如果有吃過橙 我上次也有 以前也有說過 就是所有的橙類 都會影響康復的 那如果剛好 它影響了你的皮膚 那同一時間 你又影響了你的康復 有兩樣東西影響你的康復 那就變了 有很多萬 然後又拖來帶水了 整件事 就是好又好不曬 然後 衰又衰不曬 然後整天在那裏 整著自己在皮膚上 在臉上更加嚴重 暗瘡又慢好些 所以慢好這件事 是一個問題來的 拖慢 拖慢它 但是木瓜 很多人說木瓜對於康復是很好 是啊 就是因為第一 它幫你消化系統 菠蘿心也是 木瓜菠蘿心 但是木瓜核 是第一步的 木瓜就是木瓜核 之後搞不定才加菠蘿心 因為菠蘿心你將來試一下 龍仔你煮東西 你試一下放木瓜核 在牛肉上 你會鬆化它 不用放太多 但是如果你 可以放菠蘿心 它鬆化過龍得很厲害 你可以測試到的 自己在煮東西 你試一下放菠蘿心 即是把菠蘿心 把它熬碎了 或者榨醬汁出來 切開它 放在牛肉那裏 它會鬆化 你放雞胸肉 直接煤了 所以變成 是的 值得試一下 這個實驗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多聽眾有問題 沒錯 轉頭回來 按緊要 好的 喂 是 是 是 你現在已經起了痰 是 我有少少疼 是嗎 我問你,很多水果都是改基因,對身體沒有問題 其實現在不單止水果,很多都是改基因成份 其實很多人是不吃的,你怎樣看法呢? 好啊,我不吃的 是啊,看清楚 為什麼放這些東西進去? 是不是開始了? 人家說,有些語言說是人食人 其實這些基因就是人食人,有些人的基因放在動物上 你再吃它,就是人食人 還有,不是傳說,是真說 是真的做過一些報告看過 就是那些蕃茄核,蟲吃了之後會吃對方 所以蕃茄核到處 是啊,你說過 所以不同的食物,改基因當然有這個 大家不知道會怎樣 但是另外就是,如果你不用蓋基因 有些食物也會有這樣的問題 嗯嗯嗯 好,你維持一分鐘,你維持維持維持 好,好 好 投資不要太草率,會影響你的後半生或下一代 請料內LTK World Management 的理財顧問 請要你參加每個月舉辦的 退休投資理財網上講座 報名408-329-7249 408-329-7249 您可以便宜提問 您 功夫,你有空空 開玩耳機 蕃茄核 Shut August 期待保護服務 交給太平洋以後就不用了 廣派步打 太平洋三藩市 奧浪 森尼佛 門市專線 888 833 8833 888 833 真的好啊 聽一下廣告也好啊 整個人都舒服一下 休息一休 如果你年滿合五歲 未開始有合法的身份 並咨詮自己 合乎親自致歷尼標準 宣布入到娱乐版 下个位充满佳例 可能就是你 我们参加了新早新生小姐 全职 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增加了知识性和舞台经验 锻炼了仪态和谈吐 参与了不同的社区活动 回馈社会 欢迎与你也来参加 老称选选的奖品包括 三千元奖学金 每月优胜者奖品 适适分家摄影 人像摄影服务 参加办法长城请参与 《星道日报》 2022年 《星道亲切小姐极舍》 主办《星道日报》 参加盛盛盘 多多点面 好 继续今天这个 参加盛盛盘 没错 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提到问题上来的 记得留意着节目 那首先问赵博士 有位听众问到 他说 水果很多都是改基因制的 会不会对身体有问题 其实除了水果之外 现在很多食物都是加入了基因的 基因改造的 对啊 我问赵博士 很多人都说 我不会买这些产品的 那你又怎么看呢 我们怎样回答这件事呢 因为很多东西 当你去做动物研究 就确实肯定 好像上次说过 Glyphosate 在Round up里面 是肯定了 那些动物 或者甚至某些野草 就肯定它死了 但是在人体里面 它有什么效果呢 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就说 或者可以 或者有可能可以呢 为什么呢 因为当那样东西有问题的时候 你想想 要做一个确实的研究 它就要那些人去Volunteer 或者是给它钱 然后你告诉它 原来这种东西 是有机会影响到 你的细胞 基因 不同的东西 在动物都看到是这样的 人和animal 都是很多类似的 基因都很像的 似多于那些植物 所以你找谁去举手 去说 你打这东西到我那里 然后你就跟了我十年 看看会如何 没有人会理你 没有人会理你 所以根本就做不到这些实验 只可以在细胞里面 抽了人外面 虽然是人的细胞 但是都不是那个个人 也都不会说话 所以它只可以说maybe 所以当有个可能是maybe 那你做不做 那当然是不做这些东西 不吃这些东西 因为原来可以有机会影响 那为什么会影响到 有很多人就说 其实地球都是在改基因 因为 但是那个是慢性改基因 不是快速改基因 快速改基因 就是你扔个弯 你拿车 外面下雨 还有在我不知 奥克林那里 哪里有的山 甚至是三文士那条桥 扔个弯上去 高速公路的时候很快 超标 那会怎样呢 还要躲起眼睛 躲起眼睛之后 躲起眼睛很短 一分钟最多 你躲起一分钟的眼睛 分钟就有问题 就是出事了 但是我试过呢 你知道我试过 是十分钟躲起眼睛 接着呢 在高速公路都没事的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做过这样的实验 有 做过这样的实验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坐在什么位置 我坐在后面 没有错 有人在开车 那就变成没问题了 躲起眼睛十分钟也不要紧要了 所以就是休息一下 你的位置在哪里 为什么喜欢说一下这个笑话呢 就是让大家明白一下 是呀 是有问题的 那代不代表你吃了会立刻有问题 很大问题 大问题是怎样 那好看你自己个人是怎样的 你之前的程度去到哪里 譬如本身 都有一些怀疑的 刚才说的害怕 那个女士就怀疑 那个男士不太喜欢他 或者已经喜欢了第二个了 谁不知他又吃了这些东西之后 在煎炸东西之后 更害怕 更害怕之后做了一些行动 那些行为之后就 哎 原来找到出来 原来发觉那个男孩 根本没有做过任何东西 谁不知已经太迟了 他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 接着之后就伤害了一段感情 也有这样的 还有 这些真例子来的 就是有个父母 害怕得很紧要 害怕得怎样呢 就是他害怕得做了一样东西 叫做trust 就是那些钱放在trust里面 接着就要做trust一千年的 一千年才可以给对方用完 给后裔用完的 你想想几奇怪 名字叫做trust 但其实他的行为和行动 就是叫做mistrust 你相信他就当然不会 还要锁了那些钱之后 要等一千年 可以慢慢拿出来的 哪里活一千年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吃了东西 连写的那本书 写的那样东西 都是会影响 给它影响了 食物是会影响 某些食物是会影响 影响 inflammation 影响一个人 里面又痛又肿 影响 distribution 叫做gut microbiome 里面的益生菌 好了 到了你自己本身害怕的东西 或者怕的东西 可能会影响了你 你之后的行动和行为 那就不好了 因为这样就会有机会后悔了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很重要的 当然有解药 讲这麽害怕的东西 有没有解药呢 原来是有解药的 第一个解药 是不是现在讲的 还是我们下集讲的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路 还有没有时间讲的 有吗 好 4分钟 好了 那有解药就是 第一 很简单 不要接触这些东西 这个是一个解决方法 第二 就是令到肝 排斥肝的功能好了 第三 就是吃一些高纤维的东西 让它可以吸收了那些东西 比如木瓜是高纤维 吃一些高纤维的东西 变成了又好一点 好一点 然后呢 第四 第四 就是你令到 那些肠的益生菌 是很重要 刚刚他们见到一个实验出来 以前 是发觉如果那些人 是吃开一些 那些肠维的东西 它会令到他神经紧张多了 然后他就製了一只东西 叫做xanthan gum xanthan gum 就是xanthan gum xanthan gum 在里面的肠维会消化了它 但是呢 就消化得不公平了 有很多消化不了 但是某几只可以消化 搞到它变成大佬 本来它是小的 现在升到它变成大了 就在肠里面獨霸天下 其实初初没有问题 弄下弄下弄下都其实挺有问题的 是的 好 这位听众就刚才问到了 杰博士你说橙就不太好 包括 金、西柚、柠檬 包括 这个问得好 你知不知道吃西柚呢 有很多西藥吃西柚就不可以吃的 你有听过这种东西吗 是吗 是它是 有些普通那些 就是吃草影响可福能力 西柚不是 西柚是有些 有些西藥不可以吃的 那有什么西藥不可以吃呢 那很多的 第一是如果在吃statin 即是 降胆固醇 譬如有一个叫zochor 另外一个叫libertor 那药名就是 就是generic name Symvastatin 和Atorvastatin 这些你会 问你医生已经会知道的 另外有些高血压的药 就是 Procardia Adalact 这些 两种都是同一座 Generic name 就是Nifedipine 这些 原来是 吃西柚不能吃的 那这些就是 你应该 你想想 其实 这些也是 橙类的东西 还有 它有很多的 还有一些叫做 Calsium channel blocker 柠檬啊 柠檬啊 柠檬呢 柠檬也是 其实你早上喝少了柠檬水 不是不好 不过你要记住就是这个 任何橙类的东西 就有些问题 但是呢 有一样东西就是 这些叫做citrate 橙类 如果你是加上尾 Magnesium citrate 又没有这个问题 那所以呢 就有些data 那这些有些 都知道了 但是呢 就知道一样东西就是 就是 如果你是吃了 如果够 Magnesium 那那个 Magnesium citrate 就可以 平均 有些是这个 这样的 情形 那还有 就是 糖尿病人 如果你一看橙 Glycemia index 高一点 但是西油 低一点 那是不是好呢 但是糖尿病的人 他如果 平时都有吃糖 吃了些东西 他可能 皮肤没那么好 或者会有一些 有些 烂开的东西 有什么叫烂开呢 那如果吃开了西油 虽然它的Glycemia index 很低 但是它影响康复那样东西 是绝对高 那就有问题了 但是西油的皮 和橙皮 又不是这样计算的 因为它帮助咳嗽 帮助其他东西 那它有些成分在里面 又不同的 所以 我说的是橙肉 或者拿了一些汁出来 不是说吃它的皮 或者是说里面的肉 是的 好了 我们先休息一会 好了 我们再讲一讲 关于橙 柠檬 这些问题 嗯 草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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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召妈咪 你说 这些人不是经常都说 咳嗽不好吃橙 所以橙又可以 帮助咳嗽 帮助 橙皮 橙皮会帮助咳嗽 橙皮 我听过一个做法 我不知道真是假的 有人说你咳嗽的话 用橙去炖 加一些 加一些糖 加一些盐还是糖 嗯 加一些盐去炖 然后整个吃光 吃了皮 是否真的可以 你想想它做了什么 它一炖的时候 它就用热度来改了里面的成分 所以是有润喉的功效 但是是不是十分好呢 当然有很多其他东西 你拿出东西本身是不适合的 大家知道食产会咳嗽 历史也看到了 那你就改了它 但是 为什么不走去用 譬如 Elderberry 不走去用 我之前说的那些 山渣 那种润喉 为什么要拿这东西本身 不是那么好的 你看 有些人吃了烟会精神一点 定经的 有些人吃了烟会发觉 好像平时紧张 没那么紧张 你吃了什么 听不到 吃烟 吃烟 即是吃口烟 吃烟 你听过啦 小时候我都听过 但是问题就是 它对你的肺不好 我不知道 烟会后 它的影响康复能力 可以解释多少 但是问题 就是 橙淚是会影响康复 等等 还有一个广告 我们的总共是57分要完整 我和你个表现 现在是49 好 57分要完整 没问题 OK 你先控制一下 有一个问题 我一会再问你 你说黄豆不可以吃 那吃芽菜也不行 芽菜是绿豆来的 没问题 芽菜是绿豆 芽菜是绿豆 绿豆还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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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绿豆还可以的 对了 你先控制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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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景佳祺报名词 415 876 7888 415 876 7888 媒体赞助 青岛日报 青岛中文电台 新闻小华报 房客中心 你手机看什么呀 正电视 YouTube 每日的新闻呀 正电视 每日出的新闻 我都不知道 现在Sindy是广告来的 Sindy的声音在广告里 挺有趣的 学生 学生 学乎湾区本土消息 你还可以留言互动 打赏主播 那我就立刻追踪YouTube 星电视 和星电视 新闻频道 看星电视 新闻频道 逐筆出户 就知天下事 多么成本面 多么多点点 今天这个题目 真是相当之精彩 很多问题 原来西友 是不可以 跟某一些 类型的 西药一起吃 是的 这个就要问 西医医生 听不及 听不及都不要紧要 你两点钟之后 上回我们的网站 就可以重听 没错 chinesemadio.com 这个是赵博士 这位呢 有问题 他说 你刚才说到黄豆不值得 那吃芽菜行不行呢 问得很好 芽菜 就不是黄豆来的 芽菜绿豆 绝对吃得 还要发芽那一刻里面 芽菜妙都很好 很好 那刚才我想 clarify 一件事 因为说那个 橙呢 就是橙呢 那个橙呢 其实会令到咳嗽的 但是橙呢 如果你吃的那些皮呢 皮呢 它是陈皮啊 这些 就可以润厚的 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在橙皮呢 那些橙油呢 它是有些不同的功效 那刚才Sindy 你刚才看到 在隔壁的时候 也有问过我 就说 有人发觉 橙的橙呢 加些糖是否有个润喉的功效呢 那问我 我怎么看呢 那我觉得是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这些东西 因为我已经知道橙泥呢 会影响康复能力 那你逗了它呢 可能你解了它的刺激性 去对咳嗽啦 这个历史里面证实了啦 那不同人都证实了啦 但是 你解了它对咳嗽而已 但是问题是 它会不会解释它的对康复能力呢 那我没有理由来试 因为康复能力这件事很重要 我们知道会这样 但是会不会抖完之后呢 抖多久呢 还有怎样呢 那还有很多东西对我们 咳嗽好 譬如Elderberry 是潤口的 最重要是没有加糖 就会变成是好 然后山楂又对血管弹症也好 那所以 如果我们多些 明白这个叫做 Data Set 即是这些数据 我今晚 你上个星期不是说的 我今晚十五十六呢 就是说这些 环保 AI的东西 在日本 香港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讲这样东西啦 那我就说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的数据 自己害怕些什么也不知道 不知道 接着之后呢 什么时候吃某些东西也不知道 接着那样东西吃了下去也不知道 接着呢 黄豆还是绿豆也不知道 还有 不知道自己想怎样 你想怎样 譬如你想害怕些的 吃些害怕的东西 你不想害怕的 现在不害怕的 没有样东西可以告诉我们 但是在AI的世界里面 开始做这些数据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啊 原来刚才我说吃的那些西药 哪几种 还有哪种品种的 马上就会有一部东西在你旁边 告诉你 所以我们未来的世界 就可以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嘛 我们每做的东西都不同的嘛 但是当然有些东西是好 是毒的就是毒的啦 那些就肯定了啦 如果我们能够 可以更加去贴 去看到身体呢 那就会差很远了 再解释一下问题的时间 有一位听众问他说酸奶可不可以日日吃呢 酸奶呢 我自己个人 就有用这个叫A2A2牛奶 A2A牛奶是 那只牛的品种是属于A2品种 就没有改过的 即是他本身就没有改过的 那么就在那里拿牛奶 买回来的 现在在加州都有的 Whole food里面都有A2牛奶的 那就还有A2A2乳酪 A2A2乳酪就是拿了牛奶 煮酸了之后变成乳酪 那我们家 我家老婆有煮这些东西的 那变成了 那些女儿有吃的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是的 那但是我就想make sure 大家说回那个西柚的问题 Mail Clinic Mail Clinic 我待会也会放回这个post上去 Mail Clinic有说西柚 是大件事到 影响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品种药 当然你一定要问你的医生 Local医生 但是他就会影响到某些药 那些药专是帮你 譬如可能 去打一些病 那些菌 吃了他又影响了 那如果你吃了一些 减低胆固醇的东西 吃了西柚又影响了他 你影响那些血压的药 吃了一些血压药 吃了西柚又影响了他 然后吃了一些心脏病的药 吃了西柚又影响了他 然后你神经紧张的药 吃了西柚又影响了他 还有在吃伟哥 也吃了西柚又影响了他 当你这样看 不用看了 原来西柚 西柚属于什么 属于橙类一样东西 你会明白 为什么 橙影响康复能力 橙类 会变成这么多东西 要小心吃 但是在 麦尼西柚里面 尾的这个 矿物 可以解掉他 那就回到刚才说 食物 刚才我说了几样东西 如果吃了之后 可以解了紧张 就是多纤维 但是另外就是 多了矿物的东西 吃多了矿物的东西 尾的麦尼西柚是一种 所以很多人紧张 会用朱古力来吃 就是这样的 因为朱古力里面有很多 麦尼西柚的 不是等于好 因为它有很多糖 但是它会拿些麦尼西柚来吃 然后 因为它的脑里面就是吃朱古力 现在没那么紧张 亦都有人这样说 另外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吃支烟 吃支烟 当然是不好 因为大家吃烟 抽烟 吃烟 但是真的有人吃了烟 是没那么紧张的 但是它影响了你的肺 所以有时候我们 我们会拉一样东西 想着 那样东西是舒服了的 喝杯酒 这样也会好一点的 但是呢 它是影响了其他东西 因为可能它影响你的肝 负荷大了 那你的肝已经不好了 再负荷大了 但是你说 不是呀 喝杯红酒对于那些胆固醇是好的 但是对肝不好 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有没有 计算过那条数 就是说 咦 你已经 你只剩七成功力 在肝上 如果你喝了这杯红酒之后呢 只剩六成半的功力 那就 那就有问题 所以 我们没有计算那条数 根本就只是说 这件事 有这件事好 我们要想一下 全面一点 对了 其实食物也是 可能对你一部分的身体状况好 另一部分又不好 对了 总有两面提 好了 节目上谈到这么多 下星期同样时间 就继续和赵博士 谈一谈植物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意见 想发表或者有问题 请问赵博士 转送上来 650-382-2808 好 我们下星期再谈 赵博士 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正美剂山叉醋 采用传统工艺 采用 喂 是 好多东西 这个就问了 他问 吃着酱胆固醇药 有什么水果和食物 是不可以吃的呢 他就问他的医生 因为他这个变得很个人 你看到就会变得很个人 不要回答他 回答不了 因为太多东西 除非你开始想回答一些个人的东西 那就变了 大家要听 都可以的 但是就是一个 可以回答他 可以回答他 好 好 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 下星期五就叫你 下星期五有点不同 就是我会在宾州 是在宾州 是在宾州 对 我会在宾州 因为我有个地产的封锁 所以我一定要在宾州 所以我会和你做个访问 但是我就不会 放那么多东西上网上 又不会录下所有东西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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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他们都可以在你那里听 我只不过在那边 我照跟你做到 没问题 没问题 OK 那你就复活至快乐 快乐 没错 我今天要守齋 是吗 是吗 好 天主教 是呀 今天要守大小齋 嗯 都好的 OK 好了 下星期再见 拜拜 下星期再见 拜拜